大家好 今天是十月二十八 星期一 十月份剩下交易天 明天是今個月期指轉倉的高峰日 星期三是今個月期指結算日 星期四是今個月場外衍生工具結算日 由於大市的走勢持續不明 市內官網情緒比較濃 令成交金額進一步萎縮 先看看今天的市況 恒指早市先低開23點至20567點 之後一直徘徊在這個區間阻緊 直至上午11點半為止 今早指數最高見過20657 最低見過20428點 一直指數都是徘徊在2058點左右的水平 值得留意的十堅線 現在剛剛好位於20485點左右 簡單說 恒指暫時會和十堅線糾纏在一起 有一個情況大家都要明白 只要指數一直跟十堅線糾纏在一起 其實代表大市不會太快 創新低 因為今個月的低位是17日的19977 相對指數十堅線在204885 如果恒指在十堅線之間一路糾纏 又升不到、下不到的話 最低限度與市著 大市不會市底 即是今個月的低位已經出來了 這個大家應該明白 十月份直到這一分鐘 當然是先高後低 指數仍然是由7日的高位 23241 跌到17日的低位 19977 單月波幅有3264點 以十月份的跌幅來說是相對明顯的 但是大家要明白 股市由8月5日的低位 16441點開步升 去到10月7日的高位23241 8個星期零兩日 指數已經升到688點 出現回吐是很正常的 只不過回吐之後 大市怎樣走 現在才是大家最關注的地方 我想市場在等幾樣東西 第一 10月初旦美國總統大選 雖然誰上去都好 都會繼續制裁中國 但市場一天不知道 誰坐上這個總統寶藏 大家都會觀望 很自然的心態 好了 再講 議息 聯儲局11月份議息之後 會不會純認民意 再減多四分之一利息呢 大家都在等 雖然經濟數據很強 但會不會純認民意 加上新總統上任 是敢於派下利是 這個不知道 但有機會下條四分之一利息 這也是市場一般的看法 而最關鍵就是 內地人大開會之後 會不會有新政策的落實 因為這一陣股市的上升 是真的由政策去推動的 我講講我個人的看法 就是因為內需和固定投資 這兩個辦法持續成為疲弱 中央認為民間財富是天文數字 過百萬億 希望通過政策 令到資金走出來 不管你買樓好 做生意好 買股票好 消費好 最低限度不要躺平在銀行體系裡 銀行的錢借不出 又要給你兩利息 其實銀行都很吃力 一次不行 兩次、兩次不行 三次 政策總是會不斷地出來 直到後期 擺出銀行利息這麼低 不如買樓 或者做什麼 這個應該會慢慢見到 如果是這樣的話 政策會陸續出來 解釋到廣股 為什麼一直上不到 但又跌不下 因為大家對這方面的看法 都是抱著比較正面的心態 只不過股市的上升 不是由基本因素 企業盈利所拉動 是由政策所主導 所以一天你政策未出來 大家當然是冠王 今天成交金額 進了一部萎縮 應該沒有太大的驚喜 但我自己覺得 指數只要一直站在兩萬點樓上 便預算到三幾百點就拉鋸 反正你當兩萬點是分水嶺 你不跌穿兩萬的 你就一號在高台上整固 問題就是 到11月份 市在上旬的時間 怎樣行 這個才是關鍵 因為每個月一定有千多點的波幅 一千點波幅向上行 和一千點波幅向下走 是完全兩件事 這些就遲些再次分析了 五次分析就說到這裡 請問一下 請問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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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